我覺得這都不太可能 因為從韓國瑜之後 這個韓國瑜是已經讓大家嚇到了 就是說你做一做 你跑掉你去做別的事情 這個現在都不可能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說 應該是蘇貞昌他大概會做到這個 縣市長選舉 2022 對縣市長選舉結束之後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他經過了林權 其實林權他是在黨內 他是沒有任何就是以政治實力來講 他是一個學者 所以林權那個時候做的是很辛苦 做的是很辛苦 那以陳建仁來講 又變成又回到一個學者模式 OK 又回到學者模式 也就是說其實民進黨內 其實人家說好龍百標 對 就是說你必須你當一個行政院長 你要有那個實力 你不你你可能是 或者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你至少要當過縣市首長 是 會變成是說 那個你在立法院裡面 你的 會有很多人聽你的話 會有很多同事朋友 那這樣大家自己聽 你才可以做得穩 說老實話是這樣 但是現在來講 現在如果真的要改組的話 老實講沒有什麼人 因為 因為自從韓國瑜以後 自從韓國瑜以後 現在所有的縣市 縣市首長想要中途做一半 跳來 跳來做別的事情 政治代價都很高 政治代價會不會很高 譬如說有些人在傳什麼鄭文燦 對 說傳到年底 我覺得這都不太可能 因為從韓國瑜之後 這個韓國瑜是已經讓大家嚇到了 是 就是說你做一做 你跑掉 你去做別的事情 這個現在都不可能 是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說 應該是蘇貞昌 他大概會做到這個縣市長選舉 2022 對縣市長選舉結束之後 然後如果真的要換的話 大概可能也就是 卸任的縣市首長 OK 來接 蘇貞昌我覺得是這樣 但那個行政院長 我覺得三個條件是重要的 這是不分黨派 第一個要有分量 我覺得大家都有分量 只要能夠被考慮到 做行政院都有分量 是 那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第二個要有使命感 大致上也都有使命感 有些人就比較沒有 是 有些人比較沒有 有些人就覺得 我是學者嘛 我做做的拍拍屁股 我很清高 我走路 也有這種行政院長啊 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要有企圖心 但是我不是說 蘇貞昌的企圖心在選總統 不是 是 而是蘇貞昌院長 他有個企圖心 他講得很白的啦 我就感覺 意思是說 我就已經是最後一戰了嘛 他希望留個好名聲 希望他卸任的時候 不是循著以前的這些 大家都覺得滿意肚子的時候 就漏任嘛 所以他要做得好 讓他不聽 對他來說 這是他的企圖心的嘛 這個企圖心很合理啊 怎麼會疫情這種 大家都全世界趴在地上了 台灣經濟還正成長 就因為一些小事 我可以確認 我也可以承認說 美豬美牛可能對我們一些障礙 可能發言人 前發言人連續兩個出錯 最後壓死在那個 那個桶邊上面 OK 可能小出錯 但是你只要不是貪污舞弊 只要不是政策大的方向完全錯誤 美豬美牛大家可以理解說 我們要跟美國怎麼樣嘛 對 所以說這一步跨出去 再痛苦我悲沒關係 是 這不是重大的行政的弊案 但是你說現在要換格局 所以說的人那裡有心啦 所以沒有一個人具名的 OK 你知道民進黨討論幹事長 我跟大家保證 我們希望他 連行政院長都可以做好做滿 跟總統做到一樣的任期 所以說出馬來的 我讓你去嘈和想說 你在哪兒 你去哪兒 我記著人